八十年代的时候 黄河中下游每年都要进行清淤的工程 附近的居民都要出河工 就是每家出一个壮年劳力 当然老人也可以去烧水做饭什么的 如果没有能出工干活的人就要出钱 这件事情发生在山东东明县某段 1983年10月下旬冬天 黄河基本上没有什么水 大家在河底挖出淤泥 加固旁边的大堤突然一个人嗷嗷地吼起来 声音极其凄惨 紧接着在河底的所有的人都开始吼 过了一会儿大家停了下来接着干活 岸上做饭的人非常惊讶 吃饭的时候问起他们为什么嘶吼 可是却没有人知道自己发出过这样的声音 就是说那几分钟的记忆河底的人没有了 然而怪事还没有结束 他们晚上回住处的时候下起了雨加雪 有一些年轻人就建议到旁边的一处新院子去睡 还可以烤烤火什么的 那个院子新建不久 有十多间新瓦房 院墙都是用树枝扎的篱笆 那村的村长说可以随便住 于是一些人就兴冲冲地把铺盖带到了新房子里 真好啊 在屋子中间生活 真暗化 有一位做饭的老人也跟着进来了 他看了看四周 就让小伙子们马上搬出来 大家很奇怪 也不想搬 都问那个老人为什么要搬出去 那个老人就让他们往房子的正梁上看 大家这才发现 房梁上刻有七道刀痕 当地有个风俗 如果有人在房内上吊自杀 就要在房梁上用刀砍一道痕迹 这间房子的房梁上竟然有七道刀痕 显然便有七个人在房内上吊自杀 是是最凶不过的凶宅 大家都害了爬 急忙都搬了出去 后来一打听 原来竟是一家七口 先后在房中上吊自杀的 其中包括一对新婚夫妇 这家人在别处本来过得挺和睦幸福的 谁知只搬来这个新屋子没几天 就出现了这种事 而且还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 那个老人觉得事情太过蹊跷 哪里有一家人全部上吊的 何况大家都是附近村庄的人 从来没有听说这里有这样的事情 再说新婚夫妇是挡杀能力最强的 很少有刚结婚就被鬼魂缠身之类的事情发生 否则也没有冲击这一说法了 像这种吊死鬼 唯恐避之不及新婚夫妇 怎么可能莫名其妙的就上吊自杀了呢 这桩蹊跷怪异的自杀事件 加上工人们在河床底部莫名其妙的嘶吼 很快就在黄河两岸传开了 弄得人心惶惶 于是当地政府就专门派了一个民族专家过来查看 探究真相 以安抚民心 农民们也自发地组织了一些神魄和巫师 来进行驱邪让胸 可是这两件怪异的事情 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一件更加怪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就在民族专家道的当天下午 河里传出消息 挖到一具透明棺材 当民族专家和一些见多识广的老人们 赶到现场时 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了 这是一幅非常奇怪的棺材 刚刚挖出顶盖 上面的你已经擦去 能很清楚地看到 尸体周围有很多小鱼在游来游去 但却看不到尸体的具体模样 只有大体的轮廓 隐隐约约看来 尸身好像穿着双层兽衣 按当地丧葬风俗 如果生前无儿 所有丧葬品便都是双倍 当然棺材除外 照常识来看 任何鱼类都是不可能在密闭的棺材里 长时间生存的 所以这个棺材的密闭性肯定不好 可是违反常识的是 如果棺材真的封闭不好 兽衣早就应该被水腐蚀烂霉了 尸体恐怕更是连半根骨头都很难剩下 更何况按当地风俗 棺材下葬的深度 一般不会超过三米 而这里又是本就很深的河底 是黄河改刀后才被淹没的 这口棺材竟然没有被大水冲走 当真处处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一般来说 死者下葬时要口内含金 左手穿银环 右手拿着打狗饼 打狗饼是用玉米面或者头发茶蒸的干粮 阴间墓上有恶狗拦路时用来对付恶狗 棺材却要分为三六九等 贫贱之人也就用三寸厚版的薄棺材 两三年差不多就腐烂掉了 富裕一点或是有身份的人 便要用九寸版的厚棺材 并且是用章木 檀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 而后棺材外面还要套一个羊木的棺材 称为羊木套棺以后阴府 但是透明棺材却是谁都闻所未闻的 更不知棺材中的会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大家自然是都特别好奇 同时也隐隐约约心底直冒凉气 感觉莫名恐惧 在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都知道 黄河经常会挖到东西 各地乱七八糟的传说很多 民国的时候 听说在河南和甘肃 都挖出过一种水晶棺材 但是像今天挖出的 这么巨大的一口透明 而又明显不是水晶的棺材 却是谁都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时候人已经分成两拨 以一些老人为首的 坚持不再挖 并且把上面露出的部分掩埋 怕殃及子孙 年轻人就不信邪 坚持要看个究竟 说不定挖出点金银财宝 不就发财了吗 民族专家也是抱着猎奇的态度 让他们接着挖 老人们拦阻不住 就在旁边烧香祷告 神神叨叨地说一些孩子小无知 请神明多多包含之类的话语 小伙子们一敲一敲地 把棺材周边的泥挖开运走 棺材露出一米了 下面还是没有到底 按说棺材充其量 也就一米左右高 更为奇怪的是 棺材盖和棺材 好像连在一起的 没有任何缝隙 大家都把希望寄托 在棺材底能打开了 可是又有哪家的棺材 是底下开盖的呢 莫名的恐惧在心底蔓延 或许不挖才是对的 他们知道 谁都给不出答案 便谁也没有发问 继续艰难地往下挖 现场只有铁锹挖泥的动静 偶尔伴随着铁锹 碰到棺材上的声音 大家一边挖 一边把泥水弄出去 在河道里 已经出现了一个深两米 直径为四米的坑 棺体已经露出一米五了 还是没有见到底 挖出来的泥已经是浇泥了 就是说再往下挖就比较困难了 大家一直很奇怪 小鱼看得那么清晰 怎么其他的却看不清楚呢 这个棺材到底有多高 到底是什么棺材 这时挖掘现场已经围拢了很多人 大家都非常奇怪地 看着这口巨大的透明棺材 议论纷纷 有人说棺材透明 可能是玻璃做的 也有人说是玉石做的 但是谁也不能确定 棺材究竟是什么材质 又挖了半天 见透明棺材还是挖不到底 有人沉不住气了 召集了十多个人 站在棺材的一侧用力推 试图让棺材活动 但他们无论怎样用力推 棺材都纹丝不动 说明埋在泥中的部分 还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深 挖 继续挖 明晃晃的太阳底下 还能见鬼不成 有什么呀 不就是一个棺材吗 能有多深 接着挖就是了 那么大的棺材灌满水 能推动才怪 不要胡思乱想 继续挖 有人鼓动着 这的确是个费力的活 挖的人已经换了三波了 棺材露出地面的部分 已经比人高了 在太阳照射下 反射着浅绿色的光 更为奇怪的是 人们看到里面的尸体 浮在中间 是始终在中间 挖出一米时 它在五十厘米处 挖出两米时 它离地面一米高 里面到底是什么 不像是水 但不是水 与怎么在里面游 看来只有完全地挖出来 这个问题才能有答案了 这时候 有人请来了 当地最有名的风水先生 这位先生声望甚高 祖上都是坐着一行的 他第一次给人算命 是在他十五岁的时候 那时他在急市摆地摊算卦 有个人不信他 哪个先生这么年轻 结果这位先生只是说 你的命太硬 是被逼出生的 生下来时 你闲家穷不哭 这人当时失色 因为他生下来不哭 后来用葱白打哭的事情 最多只有三个人知道 稳婆 他妈 后来妈妈告诉了他 经此一算 这位风水先生 虽名声打造 而他不仅算命如神 看风水更是厉害 看茶阴宅 阳宅 避凶屈吉 无不灵验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从来不做那种 给人破解凶灾 而谋取暴力的事 比如 包一包朱砂 就要百元等等 所以很是受人尊敬 在当地 风水先生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为人找祖坟 解放前 经常有人十几岁就出门闯关东 等到回来时 父母已逝 好心邻居给埋了 结果 有些因为破四旧 破除封建迷信的时候 坟头被平了 有些是因为经济发展了 道路拓宽 耕地的变迁等等 导致一些本来作为标志的大树 庙宇等被移除或拆除 老人只有残留在记忆中的大体方位 而孙祥重新厚葬 就要请先生帮助找到祖坟 风水先生一般都手中拿一铁杖 根据方位 以铁杖点几点 就能找到祖坟 并且可以确定头脚的方位 其实这说穿了也不神秘 因为按照当地的丧葬医俗 人死后 大部分均为南北下葬 头北脚南 且在坟头会埋下一个瓦罐 风水先生也即因此来密学定位 不过据说也有神乎奇迹者 能够在坟上拔一棵草 便知里面死者性别 年龄和是否是善中等 且说这先生来到了棺材前 细细地打量着这个棺材 始终没有用手中的铁杖 他足足打量了半个小时 然后转头问民族专家 一定要挖吗 民族专家已经澄清在 考古大发现的喜悦中了 不假思索地达到 挖 但随即想到 风水先生这么问必有原因 虽然他压根不相信 算命地会认识这个老狮子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 怎么 挖出来会有什么害处吗 没有 先生淡淡地说 不过照这个挖法 恐怕挖一个月都挖不出来 人们都停了下来 先生走到一边 和当地的村长 还有些老人在低声地说着什么 不一会儿 老人过来说 所有属龙的和不属龙 但是十二月出生的人都离开河底 到岸上去 五步之内必有白蛇 白蛇 那是仙啊 老人们心里都犯着嘀咕 当地的确有一种小白蛇 但极其罕见 老太太们一见到小白蛇就会磕头 找来红布蒙着的盘子 把白蛇请到家里去烧香供着 说来也奇怪 白蛇总是很听话地爬到盘子里 然后享受几天香火 就无声无息地不见了 先生走到棺材的东南方向 离棺材似无不远的地方停下来 说道 找两个人 拿木桥往下挖三尺 木桥是农民利用风力来 把麦利和麦康分离的一种农具 和铁桥相似 不过是桑木做成的 听了先生的话 立刻有几个人一流烟地跑回村子 拿木桥去了 眼看太阳已经偏西 先生说道 今天可能挖不出来了 一会儿记得拿东西把它罩住 千万别让雨淋着 不一会儿 两个人拿着木桥回来了 先生给画了个一尺左右的圆 两个人开始挖 的确 这里的泥 明显的比其他地方好啊 不大会儿的功夫 就听一个人喊道 啊 怎么有一堆青蛙 先生面色一变 急忙阻止道 别再挖了 大家都很奇怪 冬天挖到青蛙很正常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只是有青蛙的地方 就不会有折了 这是自然常识 此时先生不知怎的 大冬天的 竟然出了一脑门子的汗 他蹲下身去 把青蛙一个个 从坑里抓出来 都抓完了 也没有看到白蛇的影子 他脑门上的汗出的更加多了 不知自己的推演 哪里出了差错 他沉思了片刻 突然站起身来 大声喝道 还有鼠龙的 和十二月出生的人 没有退场吗 查出来后果自负 一听此言 有几个在河底棺材旁边围观的人 善善地离开了 也怪不得这些人 挖到透明棺材 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 有谁不想近距离地观看一下呢 便在这时 猛听有人惊声喊道 啊 白蛇 白蛇在木桥上呢 众人定睛一看 可不是吗 在一个工人手拿的木桥上 正有一条小白蛇 盘身在木杆之上 稍有异常的是 这条白蛇不是通体全白 而是带着些许斑点 而他与大家曾经见到的 十分乖顺的白蛇 还有一点不同 就是他昂头探紧 频繁地吐着杏子 既非常戒备 怕人攻击 又凶响鼻露 先生面露喜色 小心翼翼地捉住小白蛇 把他放到了棺材旁边 小蛇飞快地往下钻 不一会儿就不见了 一见小白蛇 钻到水晶棺下面去了 胆小的人 开始惊叫起来 天哪 他钻到哪里去了 怎么会 蛇钻洞不假 胆蛇本身是不会打洞的 大多数是利用黄山的洞 更何况这么冷的天 小蛇竟然还能这么活跃 也真太不可思议了 人们紧绷了一天的神经 根本无法承受太多的怪异 大部分人都跪在了泥地里 用最传统的 但也是最尊敬的方式 精心叩拜 二十四百里 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叩拜方式 含八卦方位 一般是至亲过世 入记时最为隆重的一种叩头方式 由辈分长者带头 一步一驱 脉方步 磕头作一 二十四百结束了 大家均跪在地上不知所措 是啊 暗场里现在应该哭诉了 比如死者是跪拜者的叔叔 则应该哭叔叔 辈分在小一辈的哭爷爷 等等 可这次跪拜的姓神明 谁都不知道 怎么叫啊 万一 万一这个不是人呢 这时候孙明先生说 好了 磕了头就行了 天也晚了 大家回岸上歇了吧 明天一早就好了 大家默默地回到岸上 饭也没心情吃 那些鼠龙的及其他不能在旁边观看的人 着急地在一旁问这问啊 没有见到白蛇的人在嚷嚷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算命先生也不知所云 他在河底装神弄鬼的干什么了 那口透明棺材还往不往外挖了 我看不如明天咱们拿铁锤把他 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脏兮兮的泥手堵住了嘴 老人们狠狠地瞪了那个毛头小子一眼 这帮年轻人 简直太不知轻重了 早听老人的 还能有这么多事 但凡遇到施工时挖到棺材 能不动就不动 一旦要动 就要请个明白人祭奠一番 将洗才请出 妥善安置 先生淡淡地说 该出来的还是要出来 不然就麻烦了 这话说得让人莫测高深 大家不禁都用询问的眼光 看着这位先生 却听他又淡淡说道 看看明天吧 我这里有108个黑狗简直 你们把它贴到那个院子墙上 所有的门都要贴两个 水缸上一定要贴 这个是必须鼠龙地去做 记住一定要在太阳出来再贴 如果明天阴贴 一定不要贴 先生声音不大 但是非常坚定 是那种堪破一切的那种坚定 诡异的透明棺材 已经搅得大家六神无主 听了先生的话 这才都心神略定 却听了先生又叮嘱道 还有你们一定要看看水缸里有多少水 水缸外面湿的痕迹有多高 大家答应着回到自己的窝棚里 他们一坐下来 便纷纷瞧看从算命先生那里领回来的黑狗简直 见着简直很普通 就是一般拿黑指简的小狗 只是看来应该有几年的历史了 纸张有些发旧 黑狗简直确实是用来辟邪的 可是现在非年非节 拿来贴墙贴门的能起什么作用啊 夜里出气的安静 连平时打呼噜的都没有动静 当然了 这种时候谁还能睡得着呢 老人们抽着自卷的烟卷 一闪一闪的火光 让大家更希望黎明早点到来 看看已经到了深夜 大家还是都无法入睡 忽然 一个老人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了句 这句透明棺材 会不会跟突尾巴牢里有关系呢 众人都是心中一动 他们祖祖辈辈住在黄河边上 自然知道突尾巴牢里 就是龙王的代名词 传说这突尾巴牢里六十年来一次 来一次 黄河就会泛滥一次 传说在很久以前 黄河边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一个大雨瓢泼的夜里 一户农家屋内 一位年轻的媳妇 守着卧病在床的老母亲 老母亲特别想喝口鱼汤 可是外面正下着大雨 到哪里去买鱼啊 再说了 就是有地方买 也没有钱 正在这时 一阵雷电 天上掉下了一尾金丝大鲤鱼 足有五六斤重 媳妇欣喜若狂 心想这下可有鱼给老母亲做鱼汤喝了 急忙把鱼抱进了屋 可是这个媳妇十分善良 看看那鲤鱼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竟不忍杀他 于是就剁下了鱼尾熬了鱼汤 然后把鲤鱼放生了 说来也怪 母亲喝了鱼汤病就好了 原来被媳妇放生的这条鲤鱼 就是被贬下凡的龙王 她被剁去鱼尾虽然恼怒 却也不好惩罚 毕竟没有杀死她的孝顺媳妇 于是便把怒火发泄到了其他当地人身上 每隔一家子便来让黄河泛滥一次 一听说透明棺材 可能和会让黄河泛滥成灾的 突尾巴牢里有关系 大家心头都沉重起来 另一位老人想了想说道 不会吧 第一 时间不对 再一个 没有听说用黑狗减纸 可以对付突尾巴牢里呀 还有就是 棺材是人用的吗 和恶龙又能扯上什么关系 大家想想也是 于是就不再担什么心了 困意袭来 陆续都睡着了 天终于亮了 还好是个晴天 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 大家分头行动了 一些人簇拥着先生来到棺材旁 一些人去贴剪纸了 先生拿出三根箱 点燃了插在自带的箱炉里 嘴里念念有词 随后拿出一块木头 好像是桑木的 已经磨得发亮 小心翼翼地插到了棺材的正东面 这时候 棺材中的鱼 游动得越发频繁了 大家突然感到一阵不安 原来他们都看得清楚 那具透明棺材 竟然好像自己升高了一节 是的 挖出来的棺体 都被大家擦拭干净了 明显多出来二十厘米左右 带着泥巴的棺体 先生指着西北角说 挖 挖到挖不动 河道还有挖不动的时候 真是莫名其妙 算命的是不是吓糊涂了 大家心里都暗暗纳闷 这时 一个贴黑狗剪纸的人 跑过来报告 先生 缸里的水 还有约二十公分就满 水缸外面的尸痕 离上面则还有四只 知道了 算命先生淡淡地应了一声 然后就两眼直勾勾地 盯住了棺材里的小鱼 棺材里的小鱼 都是普通的草鱼 也看不出有什么奇怪之处 但棺内那具尸体 已经升到人腰的高度了 却还是模糊不清 不过有一点能看清楚 昨天的小白蛇也在里面 并且 它也在水中快速游动 始终在躲避着 不断冲过来的小鱼 鱼也敢欺负射 难怪先生一直在看 一炷香已经烧完了 突然咔嚓一声 两根挖泥的木桥同时折断 留两个半截的木桥插在泥里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众人猛意机灵 原来这就是挖不动的时候 两只敲头都陷在泥中 好像是被什么硬物给错断的 先生急忙俯下身来 用手在错断木桥处 向外扒泥 不大一会儿就露出了一个铁墩 有普通圆凳面那么大 上面刻着一些图案 先生在四周摸索 慢慢抽出一截生锈的铁链 大家兴奋地围了上去 难道这个也跟棺材连在一起吗 几个小伙子上前帮忙拉 一使劲灌在一头震动了一下 停 先生生气地喊道 不是说不让你们到这里来吗 那个送信的小伙子赶紧松了手 一流烟跑到河岸上去了 不错 铁链上有断茶 可能时间长了的缘故 有一个扣已经裂开一半了 要不要接着拉 可以不让断出受力的拉 大家等着先生的指示 算命先生仔细地看着断茶 思索着 这时候天慢慢地阴下来了 民俗先生一直在看铁墩上的花纹 突然地说了一句 这个应该在井里呀 听他这样一说 其他人定睛一看 便也都看出来了 不错 这正是古井中用来震住全眼用的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而铁墩连着铁链 铁链连着棺材 谁又会把棺材放到井里 纵然想放 哪里又有能放下这么巨大棺材的井 算命先生看了看猪般景象 威意沉吟 叹道 真的有高手啊 在当地 除了这位算命先生足足辈辈之外 能称得上风水高手的 可谓凤毛麟角 少之又少 不过 在解放前 本地却曾经来过一个南方的风水大师 手段远远盖过算命先生的祖上 据说当时本地有个特别有名的大王村 村里有个最有钱的王家 连续建起了九十九座土楼 大家都说王家祖坟风水好 所以家也大忘 就在一天晚上 大王村来了一位南方人 就是那位风水大师 风水大师别的什么也没做 只从王家祖坟一块石碑座里 凿出了一个金蝉处 然后就带着金蝉处走了 当晚 整村人都听到了铜钱在地下滚走的声音 从此以后 老王家第一百座楼就再也没有建起 建一次他一次 只好作罢 家岛随后也渐渐衰落了 子孙竟有沦为乞丐者 众人都是本地老人 自然都听说过那个南方风水大师的事迹 所以一听算命先生说 这里面有风水大师的参与 都极其紧张 先生说 没有关系 这是本地的先生做的 为的是守龙脉 但没想到这么高明的手段还是不成 龙脉还是出来了 众人奇问 那棺材呢 棺材是谁做的 现在怎么办 先生神色凝重 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不要说话 然后突然用头拼命地撞棺材 他撞了一下又一下 没有几下便已是血流披磨 撞棺的声音传出很远 大家吓呆了 没有人知道 先生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 都怀疑他是中邪或者是被什么鬼神附体了 谁也不赶上前去拉住他 大家惊一未定 突然有人大声喊道 啊 快看 棺材裂开了 棺材裂开了 众人其实已经定睛一看 只见棺材果然裂开了 并且有水箱外流 似乎竟是先生以头撞开的 先生满脸是血 大声喊道 快 快 大家快都到河岸上去 大家爬出了大坑 就见那口透明棺材里 不住向外喷水 不一会儿 喷出来的水就把棺材给淹没了 但有细心的人看到 棺材里已经喷出了 淹没整个棺材的水 可棺材里的水 却丝毫没有减少 目睹了如此怪异的事情 大家都是目瞪口呆 谁也说不出话来 又过了片刻 透明棺材里喷出的水 就把整个挖棺材掘出的大坑填满了 再也看不见一点棺材的影子 于是众人便也都逐渐散去了 第二天一早 人们又来到挖出透明棺材处 却惊奇地发现 昨天还满是水的坑里 一点水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棺材 什么都没有 但算命先生留在地上的血迹 却没有被水冲走 在河底就如雪地里盛开的梅花 鲜红瓷目 这时有人回去 瞧看大院里的水缸 发现里面的水也没有了 过了大约有半个月 就开始地震 发大水 家家户户贴黑狗剪纸 来辟邪也不管用 后来听说 那个阴阳先生 头破血流 双眼接下 受了重伤 被他叔叔带走了 但人们还是又找到了 那个阴阳先生 询问透明棺材的究竟 可是先生只是说 我不可说破 我若说破 会折我阳寿四十年 更会给本地带来灾难 你等就不必多问了 把这事忘了吧 等到地震 洪水等灾害发生之后 村里人都非常恐慌 忍不住又来找那个先生问讯 先生沉默良久 才缓缓说道 看来我要不把事情真相说破 你们可能都会认为 是我给你们引发了灾祸 那好吧 我就拼着折击扬手 把事情真相说出来 以让你们安心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顿 看看村民们都在宁神倾听 才接着说道 其实 那口透明棺材 并非火氧灾星 而是几百年前 就深埋在黄河底 用来镇压一条 经常让黄河泛滥成灾的恶龙的 那条小白蛇便是恶龙 被镇压在棺材里无法出去 久而久之 蜕变缩化而成 而透明棺材中那具尸体 就是用棺材镇压恶龙的 一位道法极为高明的 风水大师的灵神 这位风水大师以身殉道 自末棺中压空恶龙 生前连子孙也没有留下 可是在河底清淤的工人们 无意中把透明棺材 挖得露出了棺体 破坏了镇压恶龙的风水格局 小白蛇便借机从棺材底下外逃 我赶到的时候 它已经逃离了透明棺材 似无不远 所以我便赶紧把它挖出来 重新放回棺材底下 由于小白蛇是恶龙蜕变的 不敢面对鼠龙和腊月出生的 阴寒命相之人 所以挖它的时候 这些人就不能靠近跟前 否则它就会往河底泥内深蹲 无法找出来 因为透明棺材的风水格局已遭破坏 所以必须把棺材彻底挖出来 重新摆放 以永振恶龙 我的一切举措皆是为此 可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条小白蛇竟然出奇的厉害 不仅潜入了透明棺材之内 而且棺内协同透明棺材 镇压它的风水大师尸体和鲫鱼 也围困它不住 最后我以头撞棺 用血染法治它 也毫不管用 还是让它神龙摆尾 崩裂了透明棺材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这恶龙被镇压的 已经蜕变成了小白蛇 如何还有那么大的神通 后来我听说了 工人们在河底莫名其妙地嘶吼 和那一家七口 齐齐上吊自杀之事 这才明白 原来黄河清语很多年 早已令透明棺材的镇压格局 有所变异 变异的小白蛇 虽然上海无法远逃 但已经可以隔着河底淤泥 吸取人身上的精气了 那些莫名嘶吼 而自己又浑望歧视的工人 便是不知不觉地被他吸射精气所致 而那一家七口 不明原因地 意其上吊自杀 亦是被小白蛇吸射了精魄 而神魂颠倒做出的无意识行为 小白蛇已经吸射了这么些人的精气精魄 岂可复制 我与他斗法 双眼随瞎 但没有当场丧命 已经是万幸了 不过 大家不必担心忧虑 因为那条小白蛇已经反戒本来镇压 他的透明棺材为法器 我黑狗减指服 也封存不住的一大缸水杯水源 画龙远顿到大江大海里去了 不会再回来 让黄河泛滥成灾 至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地震 洪水等灾害 只是那狗透明棺材被小白蛇带走 本地风水格局巨变所致 过不了多久 就会恢复平静 村民们听先生说的云山雾爪 却又煞有介事 谁都不敢相信 但没过多久 果然地震 洪水等灾害都不再发生了 人们也都恢复了安稳平静的生活 这才对先生的话相信了几分 后来听说 那个先生没活几年就死了 似乎真是 因到破天机折了阳寿 而随着人们生活的日益平静 那口透明棺材的事情 也很少有人再提起了 一些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疑云迷雾 都已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飘散远去 我们下期再见